好啦 老我這次都看好了 這是故意的 我給他吃完 你看我吃完幹嘛 亂丟垃圾婦人當場被抓包 明明上一秒才把手上垃圾 直接往旁邊扔 還要硬拗沒有亂丟 這樣的情況不只他一個 鳳山鳳龍市場到了深夜 貨車停在路邊 駕駛下車拎了兩袋垃圾 直接丟路邊 每天早上清潔隊人員 看到成堆垃圾 果皮 菜葉 家庭垃圾通通有 路邊停車格堆滿垃圾 真的氣炸了 一點規矩都沒有 沒有家教 整車再來丟的 所以丟到亂七八糟 差不多中午他們又來 又開始是到那裡 或者是半夜 因為換了太輕 離譜的是一天24小時 都有人偷到 環保局埋伏要抓亂丟民眾 告發17件 貨車 汽車 還有監視器埋伏搜證的 但算一算 開罰總共25件 才將近3萬塊錢 民眾偷到的理由 不是說路過亂丟 就是錯過垃圾車時間 把菜市場當成垃圾廠 被抓到就得取罰單 最高6000元 擠出重罰 提醒民眾別跟荷包 過不去 記者接線中 林智慧 高雄報導 young man 那一天 就算了 不 還 莉 酒 酒 酒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